今天上午在高雄市林雅區有車輛停在馬路中央 久久沒有移動 那麼當時巡邏遠景行精 盛前拍車窗要救醒駕駛 想不駕駛一醒來立刻踩油門想要離開 遠景當場破窗藍車逮人 這駕駛原來他想逃遜涉嫌酒駕 甚至身上還被查獲毒品 遠景巡邏發現車輛停在馬路上久久不動 狂拍車窗駕駛還是沒有回應 就在救護車趕到時 車輛突然啟動往前開 遠景察覺有意快步跟上緊急破窗 遠景破窗藍車 馬上聞到一股明顯的酒味 駕駛一副剛睡醒的樣子 表情茫然相當可疑 你先下車 你先在那邊坐 這名黃信男子19號一早 開車經過高雄市上一階與中正二路口 人在車內突然睡著 被帶到路邊進行酒測時 爐了老半天 男子酒測值超標涉嫌酒駕 警方還在他的褲子口袋中 搜出K他命毒品 一案兩破被移送偵辦 記者黃耀明高雄報導